相信大家跟我一樣等得非常之心急 就是到底英歷史的高層炒天黑 還是漏天黑呢 因為距離這個 我們球隊贏了足總盃冠軍 已經超過兩個星期了 高層仍然未公佈有關的消息 雖然之前說 剛剛在過去這個星期就會有公佈 誰知就沒有任何消息發出來 應該就下個星期六吧 因為作為一間大家這麼關注的球會 以及接下來新球季怎樣 這個方向怎樣走 要買什麼球員 稱什麼球員等等 你的主稅一天的前途前景未決定的話 都會影響到的 因為你拖得越久 也都令到球迷覺得 你這班來到的新的高層 那跟以前的班人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說你拖多一天越長的話 對於你們的那個辦事的能力啊 聲譽啊 速度啊 等等呢 都大家會有一個懷疑啊 之前也有些新聞說的說 其實在這個足球部裡面 賣聯足球部裡面都有角色扮演的 一方就是要為什麼說劉華廳克 另外一方就是為什麼要反對劉華廳克 會有一個辯論這樣 其實都覺得奇怪 變什麼鬼論啊 你覺得不行就解僱了 如果你覺得聯賽踢得不好的 一場面的聯賽踢得不好的 不會因為一場的足球中盃冠軍贏了回來呢 是不是有加分等等 是不是有些改變呢 你是要整個宏觀整個球櫃去看的嘛 你覺得阿廷的能力不行的吧 到底這一季裡面呢 他那個譬如用人啊 球員的上陣啊等等 或者那個傷患是不是真的影響了整個球隊的成績等等呢 其實就很快可以搞得定 不用等那麼久了 歐洲的加波都快要開球了 你買人你想買的人等等 你拖得越久就會被人搶奏了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求迷的那個 大家的心聲都一樣了 麻煩你們快點有決定 據報現在廳克就是在度假的 他對於他來說都不是太公平 我度假都是想開開心心的 你早點告訴我 讓他早點就可以做一個計劃出來 就是想多些東西 剛剛就爆出了就說 Sir Jim就跟這個杜曹 上星期二就在這個摩納國有個會晤的 在這個會晤期間 杜曹就說了自己 你如果會作為這個馬聯領隊的藍圖 有些什麼可以做 他有提到說 可以令到某些球員 可以鹹魚翻山 報道就這樣說 就好像新組和萬智 他又提出一個例子 就說應該在車路使的時候 怎樣令到魯迪嘉 就是可以有一個比較平庸的球員 或者狀態不好 突然提升到很厲害 接著就去到黃馬等等 不過這個消息 報道員無奈 就有另一個消息又傳出來 這個夏天有很多消息的症 可能都是這些的 因為球員有經理人 領隊都有經理人 杜曹就說 在這一季的夏天 就不會接掌任何球隊 就是不會教球了 就是想休息一天 休息一休息 就會終止任何和萬聯有關的接觸 可能那次的會面 不知道就再想一想 還是以退為進 還是給點壓力 要不就快點決定 因為我這樣就表明 但是你說說不教 都可以改變心意 說教 很多這些領隊的心意 他們怎樣想 你捉摸不到的 因為現在都是打一份工 想找一份工 改變了 說過不教 說過不踢 說過退休 都可以改變的 另外 剛才說到新組 就說 萬聯方面 都是報道出來的 那就說 無論下季 來季 到底是誰做領隊都好 都會出手 新組 想收回四千萬磅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都正常的 因為那時候太貴了 那時候買回來 可能把波 如果拋給多蒙特 你想買的話 四千萬磅 但是 多蒙特就一直想借 看一下 這個星期 過了 這一兩天 是不是真的 接下來的星期 真的要了 其實真的不要再拖了 對於天黑的前途 麻煩你們 這班 這班 足球部的 話事人 麻煩你們快點公佈 讓大家可以 開開心心 或者 怎樣都好 可以看這個歐洲國家盃 不要那麼煩 都不想每天追著 又說 萬聯簽這個領隊 那個領隊 又說接觸這個領隊 又說想要哪個哪個 真的太煩了 謝謝你 謝謝你 好了 先說到這麽多 拜拜